祈祷主耶稣在来时候 由韩国来台宣教士所献上的 《直到主耶稣在来时候》诗歌 在11月1号新店美和堂 追念属灵导师赵雍基牧师 邀请以斯拉侍奉中心院长张亥业主持 超过30间教会 献上加实体总计1235人 以感恩的心 缅怀赵雍基牧师 为主奉献一生的道路 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追思感恩见证会而已 我认为这是一场 我们的超牧师要回天家的时候 就好像以利亚回天家的时候 以利沙怎么样能够跟她祈求说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地感动我们 当你没有尊荣的时候 你很难承接恩典 你很难承接祝福 比方以利沙 她要尊荣以利亚 才能够得到以利亚加倍的恩高 我经常告诉别人 谁曾经怎样祝福我 谁曾经怎样祝福我 但愿这份尊荣的文化 能够留在台湾的社会 我觉得他是一位和蔡可亲 博学多文 幽默机智 体贴周到 一个非常丰富的 属灵的长者 愿感动赵穆斯林 加倍感动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更多可牧主 因为尊荣会得到传承的恩高 我相信华人教会 是最怀念和最尊荣 赵穆斯的教会 会中不只是台湾牧者 缅怀赵永基牧师 印度科安东牧师 泰国郭金城牧师 等各国牧者 也表达追思感言 驻台北韩国代表部大使 江永勋也前来追思 张永基牧师的 在牧会生涯 从帐篷教会开始 实时倚靠圣灵 对着梦想宣告 直到如今建立起 近百万人的 乳伊岛纯福音教会 并教导门徒 要拥有信心的视野 我们都祝福了 向前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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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看明明的目的 明明的目的目的 你会看到 从1974年开始 赵永基牧师 前往72个国家 350个城市传扬福音 能够时常与灵舍同哀哭 总是梦想更美好的未来 顾其一切代价 传递盼望 曾是赵永基牧师 五中福音三派的祝福 第四空间来继续加油 台湾的教会 必定复兴起来 我们的印象力的教会 来荣耀贵上帝 尊荣带下传承的恩高 相信传福音的火炬 将传递在台湾教会 为大使命奔跑 以上是GOOTV 讯文中心台北采访报道